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韦佛人 嗨 大家好 大帅哥好 小美女你好 欢迎 欢迎 我发现这位大姐一上场来用了两个称谓 平常我们不太听得到 大帅哥 小美女 我觉得她这个看法就至少说对了一半 大帅哥是对的 小美女小美女吗 你好意思答应吗 那你好意思答应大帅哥吗 我脸皮比你厚 好 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徐轩荣 来自四川盆州 今年54周岁 我知道我们 徐大姐 徐大姐啊 还有一外号 嗯 瓜子大姐 对 是因为您是会炒瓜子还是卖瓜子呢 卖瓜子 炒瓜子 哦 但是我其实看您这装束不是要炒瓜子的 您是要表演节目的吧 对 喜欢唱歌 喜欢唱歌啊 那您得先唱几句让我们大家感受一下您的这个唱功怎么样 对 一半四根油盘天明 盼动了云油盘春风 若要盼得油 他一直看我 你知道他为什么看我呢 他想跟我一块唱 对 知道吧 你也会唱这首歌 我都能看出来 他想跟我一块唱 但是咱俩一块唱完之后 算我的水平 还是算你的水平 你的呗 算我的 算我的呢 我就给你把最后一句唱完 领伤开边有 领伤 在录幸福出发的这些日子里头 我一开始觉得是任务 后来我发现 我对这个节目有依赖了 因为在这里 才知道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多么幸福 你是怎么才让自己幸福的 你原来有多不幸福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原来呀 嗯 原来就喜欢唱歌 原来就喜欢唱歌 我把孙子把孙子接回来的时候 把孙子接回来的时候我就在铁道边去练 你在铁道边 高铁 高铁边去练 你在高铁边上去练 如果不了解的人会以为你有什么想法呀 神经病吧 这样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多久 从零八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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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照顾他 因为是之前我就看那个星光大道嘛 我说这是老百姓的舞台哈 我也可以去参加嘛 想过 但是从来没有去吃米 就自从我妈走了以后 我就疯了 是不是说把母亲这个送走之后 好像家里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要你有后顾之忧的事了 也没有老人需要伺候了 儿子也大了 然后你可能这时候有这份 闲情意志来唱歌了 刚刚我们说了 这徐大姐有一个绰号 叫瓜子大姐 是因为开了一个这个 干瓜子店 干瓜子店 现在这店还开着呢吗 现在没有 没有了 但是据说那会儿疯狂 喜欢唱歌的时候 就也曾经把瓜子店 就扔下来 然后自己就要往北京这边跑 想上道上去 对 这我说的没错吧 是吧 因为编导给我们介绍 说我们这徐大姐特别执着 就为了喜欢唱歌这个爱好 做过好几件疯狂的事 是 疯狂的事 然后就在咱们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楼外边的那个炸篮外头 就转呀 转呀 你说在咱们这个老台 老台的这个炸篮外头 对 转悠 转悠 转悠什么呢 转悠 转悠 他就看 那你觉得能看出谁是剧组的吗 这边那会儿新光大道的剧组 听谁说的就是在后门 然后就在那转 这消息绝对合传 转了好几年 绝对是合传 新光大道剧组 还真的不在 转了好几年 搁谁谁家人也受不了 对呀 所以说他还挺委屈的 我听说那个真的是当时老公气愤的就是你走了之后把瓜子店也关了 说这个咱日子也甭过了 也要离离 谁怕谁 你就去唱你的吧 我也不跟你过了 有这事吗 有 真的呀 我觉得应该把你老公啊 来了没有 老公来了吗 来了 来了 咱们把老公请上来 咱们看看他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来来来 来有请徐新荣的爱人上场 请你先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怎么称呼 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四川省彭州市彭北清明教 我是瓜子大街的老公 你了解他想去新光大道这事吗 他爱唱歌 爱想出去唱一首 你看过新光大道这个节目吗 看过 你喜欢这个节目吗 其实喜欢吗 我对我对人来都说的 你去到啥里面你去到 你只看了就对了嘛 你们这儿的四川话都这么难懂吗 我也知道 能不能想办法说成那个四川普通话 川普 川普啊 不是还说的 你试一试要不然我们今天来的呀都是北京人了 听不懂你讲的话 三 你想想办法 要不然我们还得让你老婆给我们翻译 有时候他不理事 他就电锅我妈妈就出去读合了上班 给我们讲两句普通话来是 普通话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讲话我们听不懂 以后你老婆名气越来越大 哪天他要是到别的地方再唱歌 他要是名气太大的话 你要跟他出来 人家听不懂你讲话 他就不带你来了 我带我来吗 我就不来吗 他就不来 差不多 有点门 你能不能跟着我说 向幸福出发 向幸福出发 这不是挺好的吗 对啊 金一黄金珠宝 金一黄金珠宝 王威念人真好 王威念人真好 管同有点老 说一二 管同有点好 好大哥我喜欢 你看人家老公 在关键的时候 一个字 这个说明他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拐到好上去 你就没有这个本事了 你就是一根筋 挖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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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想让我们 怎么劝劝他 你跟我说 我来想办法 哎呀我们现在呢 说普通话 你现在呢娃娃也大了 他想唱歌就唱 我们也支持他 他比以前更顾家了呢 还是比以前更不顾家了 比以前呢 也好得了 以前嘛 那个 以前嘛 我们要上班 要住 去找了钱嘛 他有点对我的妈 住了家不住嘛 他家不住 他就天天就唱歌 要跟人家的车 经常就从你走了 经常就稀里糊涂就走了 对吧 你又死了 我说两句不对 他就从你走了 两句不对就走了 从你走了 就出去唱歌 那个瓜子摊 他就不管了吗 他有一天 他说送送水 送点学乱去 加上包包垃圾 走了 走了成都 结果都不得和了 我打电话 他走了 到了成都了 你打电话 他说他走了 他又到北京去了 到北京 他跟你说到那个 他没说 去哪儿不知道吗 不晓得 现在呢 现在呢 要好点了 现在好点了 你是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 不好意思说他的这个缺点呢 还是确实是好点了 确实好点了 前几年是朋友就从你走了 你看他车两句 他又跟你说哪里去 他就背起包包 装起医生就走了 今天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是来这儿 谢谢你老公的吧 对不对 对 其实他是个很委屈的男人 哪个男人天天老婆说走就走 说回就回 一点都没辙 他能把这心情弄好呢 是不是 就是在他跟你道歉之前 你能不能再说说他的缺点 我给你好好说说 就彻底改了 要不然过哪天又犯了事 你就又弄不住了 问题啊 我得跟他两天商量好 我说你就会把锅炒了 我们就回去 把瓜子好点 还是好点把开机 能把死 把瓜子 哦 瓜子店 瓜子店开起来 好的时候能赚着钱吗 还是还是他的国外 我没国外 他是百分之三十的利 就是一百块钱买回来 能赚三十块钱 对 其实啊 我想跟你说 这么老老实实的 这么一个厚厚叨叨的男人 你真的唱歌这事吧 我坦率地讲 你想成大哥心的可能性 基本上没有 所以啊 你就把唱歌 当成一个开心的事 你卖完瓜子唱唱歌 早上起来没事 到门口溜达的唱唱歌 就挺好的 对 千万不要没事 就到这什么海选呀 人家其他人 唱几局以后 成小明星 还能赚点钱 你这么多年 你想一想 如果从你爱唱歌 到现在一直是卖瓜子 你家现在得有多少钱呢 对不对 房子也盖起两套了 对不对 你现实地想一想 这才是日子 啥也别说了 好好的跟你老公 谢谢王老师 好好的跟你老公说说 以后怎么开 开好瓜子店 唱歌要有节制 好不好 好 转过去 听他说 老公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们俩 两口子好好把生意做起来 谢谢你 只要媳妇 是踏踏实实的 不是挺好的 咱们也不用为难她了 给我们好好地再唱个歌 让我们大家欣赏欣赏 然后回去好好过日子 你说呢 不是 姚丽 姚丽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今天作为委托人士 感谢老公 从不支持到现在的这个支持 所以呢 接下来你也要用歌声 来表达你心中的这份情感 好 有请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可你把船儿向幸福出发 十八碗的水落到我的家哟 可你在船头唱鱼歌呀 把那小船藏在那市桥下呀 听你的歌我跳窗外 站到了桥栋里去说谎 听你的歌我跳窗外 站到了桥栋里去说谎 呀呀喂呀呀喂 你别让我的黄狗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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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晚的水路到我家 一辈子跟着你大雨的歌呀 我离水里怎不怕 当你把船儿像西花 十八晚的水路到我家 一辈子跟着你大雨的歌呀 我离水里怎不怕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